高雄市警局前振分局交通组的黄国锋组长 组长你好 看到主持人我也是很高兴啊 我又来了 可是因为我们组长每次都带来很多欢乐 今天呢要送大家 我就今天因为说Blue Monday嘛 那这边杨姐有几张这个活动的门票 那还要加赠呢 这个夏天的运动的水壶 那今天下个段落 杨姐才会开放Coin 那这个是地球心灵文化节 让世界看见台湾高度在高雄展览馆 5月9号到5月13号的展览 要送大家这个神秘礼物的兑换券 一人要送你两张 还有八大森林乐园的这个贵宾招待券 然后送你四张 大家全家可以去玩 今天接四通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豪礼讲不完 真的今天是加码送 我觉得我应该不能来上机 我要来抗议 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大家都很辛苦 心里都揪在一起 都是国道我们的国道警察 因为在开红单 在开盘的时候 结果后面有一辆也是大车 疲劳驾驶 就撞上去 撞到那个大车的背流 就发现他们整个 他们在车跟车中间开单 结果全部都 就是警察罹难了 那被拦下来的一位也有违规的那个驾驶也罹难 所以这个新闻一段大家都 这样非常艰难 没有错 其实后来调查是那一间公司 那间公司本身的压榨老公 也不用刷上班 其实有时候我们听起来这种 就是开这种长途的 我们这样好像侧面听起来 好像都是长时间工作 都疲劳驾驶 都其实真的是疲劳驾驶 因为他们这可能算担的嘛 要再担一担就探一刀子 如果说他要多赚 他可能就 我会担担一担 可能就休息没几个钟头 就又开始再送货物 这个真的是很累 所以我们收入我们的好朋友 苏基大哥 如果你真的累了 一定要休息一下 那疲劳驾驶顾名思义就是 很疲劳 又塞车 就是像我当中的主任讲 应该就是休息的时间不够 一定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警察工作也是大概 也是有点过劳 对我们时间就是不定 时间不定 像老实说我今天 就是早到凌晨四点 然后早上要开始上班 其实休息也不到 大概三四个小时而已 那我们就必然要自己 找时间去做调试 也是很 但不能长期 真的是不能长期 那就是这个 这些职业驾驶 我们也知道 他也不愿意发生这个事情 没错 那天看这个新闻 其实看了心里也是很难过 对真的很难过 他去跟这个 我们的远警的家属 下跪 下跪 他其实 他也是很难过 他没有人愿意造成这个事情 当然 他就是睡着了 睡着了 他睡着了 他不自知 刚好真的是 真的是很臭巧 我们同仁就 只有高速光路这么大条 偏偏有什么 都要取缔 都要在这个路间 这个时刻 就在他睡着了 对啊 如果说 好他 他真的睡着了 刚好我们同仁没有在这边 他可能就去插状忽然而已 是是 就不会造成说 那么大的伤亡 那么大的伤亡 死了三个人 是 所以其实 大家还是要看身体状况 有的人是 吃油啊 对 他可能有吃一些 吃一些药物 服用一些药物 那导致可能昏昏欲睡 这个状况也是有吗 对 也是 如果说是 服药 服用说是什么 又是另外一种 对 感冒药 其实这个也是不能 安全价值 这个也有 也有 如果说真的是服药 或者是说 它 磕药 是 有的是磕药的 对 有的是磕药的 对啊 这个也是有这种状况 这个就变成说 我们 道交条例是有处罚 嗯 那如果他真的不能安全驾驶 不能安全驾驶的话 又有这个公共危险的行者 对 我也知道这种 大型车辆 反正就是职业司机 他在走 可能你 车面这样看 哦就是 檳榔 是 粉啊 粉啊 这说很重的 是 还有喝酒 对 喝酒 这就比较不好 因为 他们职业驾驶酒驾的话 是罚很重 他们 家中如果被吊扣吊销 他这个 他就没有办法再去做 职业的状况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 呃 我也知道 就是 我们 有同事 同事 他就说 他爸爸就是职业驾驶 OK 爸爸是职业驾驶 他 他妈妈就是 是很担心说 他 他先生 在这个 开这种长途的 因为 就是 睡着睡着 因为 有时候就是 我们开高速公路 一上去 因为就很平顺嘛 是 速度都一样 在这种状态下 很人很容易 荒山 昏昏欲顺 其实 我 自己就会不会这样 有时 大家 低点了 我才会 这么疼 因为 就是很平 就是很安静的状态下 因为高速公路又好开 又很平 开心肚骨啊 会 如果说真的 已经开始在 想睡 想睡 真的是要去休息 因为 虽然我算是幸运 我有一次也是 哎呦 在肚子啊 又是开高速公路 OK 我一直说 不行 不能睡 不能睡 但是 很快找休息站 如果说真的睡了 那怎么办 我就一直撑一直撑 撑到 休息站 还没撑到休息站 已经稍微睡了 OK 幸好 我们有那个猫眼嘛 就是车道会有装 是 一块一块那种 反光 反光 对反光 我就咔咔咔 哎呦 惊醒 OK 好感觉 然后我就惊醒之后 哎 不行 赶快 到那个 休息站 到休息站 去做休息 那我们现在高速公路的 休息站有的 蛮贴心的 是 就是会有这个 驾驶人的休息室 那你可以去那边 睡一下 睡一下 就是 真的睡一下 精神就会 好很多 好很多 小气个十分钟 当然十分钟 我就觉得十分钟就蛮够了 你就有些话睡 哎 那真心的来 是 对啊 还是说 就在休息站 再喝个咖啡 提神一下 对对对 就还是 休息要充足 休息要充足 是 所以 如果说 开车途中 大家感觉 很想要睡 就是 其实 疗愈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休息啦 没有其他的方法 有人说啊 提神饮料 提神饮料 咖啡 像杨姐 我本身喝咖啡 我提神作用不高啊 不高 对有的人就是 因为我喝咖啡 我也是同样做好睡啊 我最心疼的 我真的呢 我晚上喝咖啡 我还是睡得早 我也是同样 我只要喝茶饮 有时候 哎呀惨了 我是连喝 喝可乐 因为可乐也是有咖啡 哦真的 对啊 我就喝可乐 可能不太亢奋了 哈哈哈哈 你会太夸张了 对 夸张 人就精神紧绷了 是是是是 喝一点这种 有咖啡因的 就 就会睡不着 那其实就是 我们还一直在讲 嗯 不要 真的休息足够 你只要一上 哎 感觉要睡啊 嗯 嗯 想睡觉就 快点到休息站 因为告诉说 你休息在路间也危险 对 对 因为速度快 速度快 嗯 就很多车 其实 有很多车 车子是说 比如说 哎 临死故障啊 或者怎么样 停路间 嗯 哦 停路间 哎 就 就是 就是这么坏闻的 是是 有人会更浪漏 是 这个也是非常危险 对很危险 所以还是等 对还是休 休息站 不然你就觉得 哇 休息站 这个 我 我距离休息站 还好远 因为有时候刚好 你刚好 刚过哦 对 然后下一个休息站 用一二十公里 好一二十公里 不行 我太累了 是 我有好几次 我就真的是太累了 没关系啊 交流道很多啊 OK 我的星期 先下去 对 奇怪 我只要一下交流道 精神就来了 精神就来了 哈哈哈 因为高速公司真的是 太 就是平稳 太平稳 好 那个驾驶的舒适感 舒适感 你就会想睡觉 OK 对 我每次 反而我一下 下 高速公司 我跟我老婆讲说 我要下 下来休息一下 下来 还好啊 对啊 你再歪过 不要紧 你去 7 就这样子 转换一下 OK OK了 是是是 有没有一些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前阵子的 那个案例 太伤痛了 对对对 对啊 就是这个国道 这一件 比较 那其实也有好几 好几个 其实也是大车 又讲起来又是大车 其实小车也有啦 小车也有 这个如果说讲大车 是几年前 就是那个核心客运 是核心吧 还是 反正就是某一个客运公司 一个新制的吧 新制的客运公司 它好像在彰化路段 OK 彰化路段 OK 这个也死了好几个 是是是是 也是疲劳驾驶的关系吗 应该是疲劳驾驶 OK 对它根本也不知道 它撞那么 是 撞那么多台 对对对对对 也是疲劳驾驶 当然是 就是这样子 哇 那沿途就是 哇 冲上 他才知道 嗯哼 所以就是说 我们才会说 这个老检啊 对对这种 科运业者 是 职业司机 才去像 像这一件 国道这一件 对啊 也是检 集合之后 哇 它 是 对啊 超时工作 对 以前是咱们 蝶蝶花的 这个游览车的意外 是很严重 应该也是 因为下面这 嗯 它 我们的 道教的规定是说 你不能驾 驾驶超过八个小时 是 驾驶超过八个小时 但是 有人在想说 这要怎么集合 嗯 要怎么集合 睡觉 没有人可以管得到 对 对你 延续八个小时 除非你自己制成吧 是 我真的 睡八个小时 都没睡 我都没睡 这个 变成是你自己制成 嗯 才有可能 才会发的 啊 你变成要给我开罚 我怎么可能会说 我超过八个小时 哈哈哈哈 很难去 很难 而且很难去认定说 你是不是 嗯 连续驾车超过八个小时 因为有时候 就是 哇 我有到休息站啊 嗯 我有V一个啊 是 哎 是不是又中断了 OK 对啊 所以 这很难 很难认定啊 很难认定 真的是很难认定 啊 所以其实刚刚 黄组长 你有谈到 就在疲劳驾驶的部分 大车所造成的伤亡 通常是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 它就是车大嘛 这个重力车 弄下一定是很严重的 各位刚刚有讲到 小车的也是有 小车也是有 也是有 我们当然是怀疑它是疲劳驾驶 是 哦 疲劳驾驶 它就是判断已经有点 恍生了 OK 对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或者是 它已经有一次 有我看到一个 这个行车记录器 我是觉得这个 是在发生在新竹 也是高速公路 是 我觉得那个竹科的驾驶 蛮 有点倒霉 OK 它就是背后面一台 自小客 在这个 大概关系路段那边 关系路段那边 我们看就是那自小客 就一直咻 开蛮快的 那接近到那一个 那一个竹科工程师 它是一台休旅程 OK 我在想它应该 也八九不离十四 披荡驾驶 或者是它真的是分心的 它到了之后 啊看到 看到之后它急杀 急杀已经来不及了 是 它发现 啊急杀 结果就有点偏 偏之后 然后去撞到 它的后 那个竹科工程 后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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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是 它是有点这样子 就给它偏 车尾这样子扫过去 哇扫过去糟糕 前面这一台车会翻覆 翻覆 对 那一台车就翻覆 那是一个竹科工程师开的 翻覆 是 一天拥 那它没问题 它没问题 哦 所以 有人看到这一个 这个行车影像的问我说 啊这个要怎么避免啊 这个要怎么避免啊 这个要怎么避免啊 好像很难哦 很难 那你只能说 那我三不五十就要看我后 后车尾的车尾 后来有没有车尾 因为台北军 我们大家都是看头尾 看啊 你直接 那我们就只能说 我们几秒之后要看货 但是 它这个突然这样子来 如果说我们也很难防啊 所以真的是 还是自己哦 在精神状态最好的 状态下去行车哦 保障自己跟别人的安全 是 刚刚其实我们有谈到 这个大车 那当然 是大车造势的原因 大部分 只要是看到大 大型车的造势 都会造成一些伤亡 所以我们必须跟听众朋友来 讲一下怎么样去避免 跟大车产生一些交通事故 这是真重要的哦 是不是 罗长 问大家再提醒 这个大车我们也讲很多了 但是还是 没有办法 一定要不厌其他的 要一再 一再的去叮咛 对因为大型车 刚才我们也讲 刚才跟主任讲的 是 是 他大车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虽然大家都是车子啦 都是车 但是他速度快 所以造成的伤亡 还是很大 那如果说在一般市区的道路 市区的道路 那 我们在市区的道路 就会又有机车 脚踏车行人 行人 那如果说一般在市区的话 如果说不是很高速的冲撞 那大车跟一般的汽车的话 这种伤亡 应该是不会那么大 嗯哼 因为大家都是铁包肉 是 对 那如果说其他的车 就是大车跟机车啦 脚踏车行人 哇 那个事故就会比较严重 因为 另外一方是 落包铁 嗯哼 落包铁 那大车 我们讲过很多次 伊德西 他车身高 嗯 死角多啦 死角真的是多 死角真的是多 他周围 周围他电视器看不到 OK 对 看不到 所以现在交通部有在研议就是说大车要加装这个行车的辅助系统 对 他在转弯的时候可以看到说我转弯的那些死角有影像会出来 是 然后也有声响 提醒周围的这个 这个车辆 车辆转软 车辆转软 大声 车辆转转软 很大声 这个 杨昀姐应该有遇到过 对 有遇到过 对 他就是声响会很大 让提醒这个 旁边的 附近的 对 附近的这个 汽機車的 汽機車啦 應該主要是機車啦 是 汽車要回到的 可是還好 是 對 啊就是機車 因為我們有好幾件 就是這種內輪差 內輪差去把這個機車 機車騎士碾壁 腳踏車 腳踏車騎士 還有行人 跟我們說 大車的話 就是死角多 然後它 它轉彎有內輪差 轉彎就是 死角都看不到的時候 對這個 機車啦 腳踏車行人 傷痛會很大 傷痛會很大 對它只要一 一轉過去就是 往身上招呼 一撥一下 一撥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汽車 沒有汽車 沒有汽車 所以有時候 其實大型車的駕駛 它撞到了 那個機車騎士 它會不知道 它會不知道 真的是我們有看過 好幾件這個 就是剛好 就是有監視影像的 就有一個富人 這個我們很常 其實我最近在做這個 宣導的話 都會提這個 我都會拿這個 看現場的影像 他們 真的很多老人講 唉唷 這樣喔 怎麼這麼恐怖 這個也是也好啦 加深 大家的印象 對大家的印象 雖然這個場面有點學習 不過沒辦法 這個也是要讓大家說 唉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走 這個 我在這邊形容 它就是 就是砂石車 OK 它在停紅燈 它停紅燈 結果我們有講 就是這大型車輛 也周圍的 其實死角多 那這個富人 要穿越這個馬路的時候 他應該是走前面的斑馬線 行 可是走斑馬線 不是應該沒事嗎 對 問題他就是沒走斑馬線 OK 他的影像就是 他已經停紅燈 然後斑馬線在這裡 是 結果這個很奇怪 很多人就是會從他車頭 貼近他的車頭 這樣走過去 喔 大車大家知道嘛 車身很高 對 我根本看不到我貼近我車頭 是 他只能看到前 前面斑馬線的地方 對斑馬線 我們有看那個影像 他如果走斑馬線 是沒事的 對我們也都講說 唉唷 你看這 你走斑馬線 他一定看到他的 對 結果他就是沒走 結果他就是沒走 他就是說 可能要快走過 他就走在那車 貼著他車座走過去 那要是 就是非常的巧 剛好綠燈 都外沒有錯 就變燈 那個我們這樣看 那個駕駛根本真的知不知道 是 真的沒看到 他真的沒看到 就是 開過之後 說說說 覺得有搞點東西 他停下來 我們看那個影像 唉唷 哇 已經在 後面了 壓在左後車輪 是 頭前已經到過了 所以其實這個 傷痛的意外 真的非常嚴重 而且這一種 這一種 我這樣子看喔 是 台灣幾乎每年都會發生 OK 有劍爆的喔 我就有印象就是 幾乎都 都會有 就是很多這種 不走行人穿越道 所以這個跟行人 行人 要遵守規矩也是一樣 就是不能亂穿越道 你亂走 你亂走 大車駕駛真的看不到 看不到 就很多 這個阿公阿嬤 別說阿公阿嬤 大家都有可能 很多行人啊 就是很喜歡從 這個道路中間 就這樣穿越 因為他在車鎮當中 車鎮 他想說 車沒走 車沒走 好我快走過 OK 但是你如果說 你是選那個 是自小客 因為 車身比較低 才看得到 你嚇到又看得到 偏偏很奇怪 就是 你如果你是穿越大車的話 那糟糕了 真的是看不到 看不到 因為這個 一走過去剛好 電燈裡的才會搞 好來 先讓大家插播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要開放call-in 讓大家打電話進來 跟楊潔聊一聊 送這個 送很多的小禮物 要給大家 非常棒的 美麗心情的星期一 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的call-in的傳說 救五一控救青五 9510975 等一下廣告後來接大家電話 等會馬上回來 延延夏日傳染病流行 有毛小孩的朋友們 有福了107年高雄市 免費施打狂犬病疫苗 犬貓絕育 晶片登記宣導巡迴活動開始囉 偏鄉地區狂犬病屬於高風險區 動物醫療資源少 趕快帶毛小孩打疫苗 絕育 晶片植入 預防剩餘治療 愛護他們 別欺養 行動要快 免得被罰款喔 詳情請上動保住官網或粉絲團查詢 以上廣告由高雄市動保住提供 世俗多便 人生無償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事業 身體在煩惱 所有的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開箱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開箱讓自己的完全債助 走生 我們的信頼會更平靜 不用悔自己結縁 空切三三五 數理三三 從生完小孩抱著上下樓梯 現在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喔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選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 紐西蘭奇蹟之輩 親口一倍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MSM 關護乳膏特價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092-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 快樂聯播網 快樂快樂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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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點五 大家好 我們在現場現場 現場是高雄市警局前鎮分局交通組 黃國鋒組長在現場 我們現在要開放空運 讓聽眾朋友 我們更長時間 我開講一下 9510975 我們接通一下電話 哈囉 楊潔 大家好 大家好 黃國鋒組長 武安 這是我們的洪小姐 是 中時聽眾 中時聽眾 我們小港的洪大姐 洪大姐 我覺得洪大姐是我們的中時聽友 而且我告訴你喔 我們的明利姐她真的很厲害 我們所有的選擇都記得很清楚 專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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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 明利姐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剛剛我們有談到的疲勞駕駛 那怎麼樣預防疲勞駕駛呢 是不是可以讓大家舉例一下 怎麼樣預防 就是要充分休息啊 然後下車就不要超過八個小時 就是要自理自己的控管那個時間 是 不要讓自己太過一疲勞 哇 這個洪小姐 我告訴你 我們明利姐今天很厲害 有在注意聽 真的是厲害 好謝謝喔 明利姐 謝謝 要送你非常多的禮物 有我們的地球心靈文化節的神秘禮物兌換券兩張 還有八大森林樂園貴賓招待券四張 以及我們的運動水壺喔 真的是 我們今天總共有四通 所以等一下還有人要打電話進來的話 還會再送你 今天給你送料很豐盛 OKOKOK好 來我們再接通一下 哈囉 喂 喂你好 你好 請問 主長好 是 你住哪裡 我住無甲 無甲 怎麼稱呼 我姓簡簡單的簡 簡先生 簡先生其實 好像上次簡先生你也有call in 對不對 對啊 我剛才已經上節目了 我在call 奇怪 所以又call進去 哇 真的是 真的是 好OK 來 簡大哥我問你一個問題 剛剛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一直在宣導交通安全的部分 對你的生活上有幫助嗎 有啊 是 嗯哼 事實上那個大車的齁 是 尤其那個 嗯哼 一罐瓦斯車那一種 尤其冬天的話 是 他們每次都一定都會 長土的他們都一定都會超時 對 對 因為我之前也有待過這種工作 是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 在罐中的時候才睡覺 啊 然後罐中網他們又馬上開回北部 然後北部又借完了之後又馬上又開回來 真érique NEUR 其實你們的工作真的 是 簡大哥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要預防疲勞駕駛 你本身說有在開車齁齁齖 都怎麼做呢 呃 睡眠就是要衷煮 是 然後自己感覺不舒服 就是感覺想要 睡覺了 想疲勞的時候 ум 我們就停到路邊去做一下 休息 哦 生擔操 对啊 就像我 我讲的我都会下交 其实心神就会有一个缓冲 好 OK 简大哥你电话不要挂断哦 我们的同仁会帮你操一下 你的联络方式 我们再接一通 哈喽 你好 喂 你好 嗨 怎么称呼 邑姓陈 陈小姐你住哪里 小港 小港的陈小姐 陈小姐我想问一下你 听我们电台 其实一直都有在做交通安全宣导 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帮助吗 有 相当的大 相当的大 啊 哈哈哈 真的 这有感觉吗 组长你看 你在这节目是不是真的效果很好 那我要常常来 对 要常常来 OK 来 陈小姐我想问你一下 刚刚我们有谈到这个大型车 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怎么样预防跟大型车产生一些交通事故呢 是不是 怎么可以给你记得一下 你跟他保持距离以侧安全 哎呦 哎呦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这个骑移那第二个 这个应该也是保持距离 就是说不要跟他并行 OK 就是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就是我个人的话 我大型车的话 通常如果说刚好他这样子歇过来 刚好跟我并行我就会往边边一点 我就让他去 你就让他去 哎呦 陈小姐你是骑摩托车是不是 对对对 这其实真的就是很 大型车就是 你摩托车就是真的千万不要跟大型车 对对对 靠太近 靠太近真的对对 他死角太多了 OK 非常的好陈小姐 谢谢你陈小姐 太棒了 我们的同时的朋友 谢谢 电话不要挂哦 不要挂哦 送太多东西 他说你要多上结果 陈小姐 谢谢你 谢谢 电话不要挂 电话不要挂 送太多东西了 电话不要挂 电话不要挂 OK好 好 我们的同仁会接一下 好来 那我们还有我们还有一通 所以我们我们等我们的工程人员 帮帮我们抄一下电话 等一下9510975 等一下还可以接一通 等于要稍等一下 因为我们的同仁在在抄一下资料 我们还有一通的机会哦 我要送你两张的地球心灵文化节的神秘礼物兑换券 还有四张的八大森林乐园的贵宾招待券 还有这个夏天用的运动水壶 9510975 九五一空九七五 好那等一下呢 我们接通一下电话 我们同仁现在在接哦 好 那我们我们稍等一下 其实我们刚谈的这个大行车真的很重要哦 好我们在等待这个听众上线的时候 其实我们来讲一下 其实大行车刚刚我们谈到说这个行人哦 对 其实 我们说走路的人也是要特别注意哦 对 有时候你还是要看一下路况 对对对 就是刚才讲就是随意穿越这个 所以我们有一个规定 这个之前也有讲过 那我们跟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你这个路口 你要穿越这个路口 100公尺内 嗯 有行人穿越道 天桥或地下道 嗯 你要走这些设施 OK 好 还有一通电话 嗨 嗨 杨姐你好 嗨 请问您住哪里 我住高雄三明区 三明区怎么称呼呢 我姓张 张小姐哦 张小姐我问你问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交换的宣导 无论说是我们的专访啊 还是我们每个钟头都有这个 我们有插播一些宣导带 你听到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帮助吗 好 有绝对的帮助 有绝对的帮助 绝对 你看对不对 我们的听友真的超棒的 张小姐那我想问你一下 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行人哦 其实我们常常外出的时候 总是会过马路啊 你又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 嗯就是要注意红绿灯 然后要走斑马线 水 这个很重要哦 这样就对了 红绿灯哦 但是也要预防一些 就是要提高警觉 要预防一些不走规则的 哈哈哈哈 对啦 那另外就是有些转向的车辆 是 对他有时候会因为他转向的时候 被这个车的车柱挡到 OK 他其实真的不是故意要去转 是 那我们就是也是要有那个警戒心 转向到底有看到我 OK 他要接近我 我先是要趕过来 是啊 红绿灯很重要 谢谢你 三明区的张小姐 送完多东西哦 感谢你 好OK 我们今天的四通电话很圆满 很圆满 东西都送完了 对对 下次还有机会 其实杨姐常常会送大家东西啦 我们其实电 我们也是透过每次的访问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们在电台做宣导 大家有没有听进去 我相信我们的听友 只要是锁定快乐电台 的听众朋友一定都有听到杨姐的专的 也一定都有听到 其实常常都有做一些招呼的宣导 无论说是行人的啦 长辈的啦 还有大行车的啦 还有包含的是疲劳驾驶 有没有最近大家应该听到许多是疲劳驾驶 真的哦 够休息 保持我们的体力 就可以安全的 平安的回家 对不对 那其实 昨天 昨天 黄组长 真的是辛苦哦 四 直行到四点 对是临时的请勿 所以其实 有一点要跟大家补充的就是 就是这个请勿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于危险驾车 对危险驾车 这个算是以前高雄 不过就刚才 我跟私底下的主持人也有提到 我们飙车是很早之前 是 很早之前高雄 也算是一个特别的产物 那在我们强力的这个疏导跟取缔之下 其实是已经 减少很多 减少很多 以前我在当循惠 那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 一十年前 那个飙车真的是有点可怕 那是三四百台机车 把整个路面占据 爱一尊可怜 我们训 不像现在这种训细 怎么流通 这么发达 对 对 那时候是大概三四百台 那我们要花费很多警力 去做包围 去做逮捕 那现在这样子取缔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我们现在的署长 之前我们的陈局长 他对这个飙车 他是以 其实是有一些带头的分子 对 他把这些带头的分子以制品 就是有点算是组织犯罪 所以他去给他办 他办了 因为那些带头的就是会号召 会号召 把他类似算是这个重大的这个犯罪 去给他办之后 把key man拿掉 对key man拿掉 然后他知道要被抓去关 是是是 这个真的把他压下来 因为我 蛮佩服我们署长这一个 这个方式 真的把他压下来 我也把他压下来 那我们当然因为又接近暑假 是 又接近暑假 那天气又变 变了 那 心浮气躁 对 心浮气躁 现在这些青少年 就是把他这些青少年 又又出来晚上不睡觉 这样子 那我们还是 但我刚才讲的 现在大概是几台而已 大概几台 但是 有些民众 因为民众的意识也高涨 他就觉得这个是标准 但是有时候其实 比如说 应该是他骑得快而已 是 可能也没有戴安全帽 OK 那肆子可能比较大 那因为民众可能就 这是标车 害怕 民众也会害怕 对对对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民众的意识 跟我们 看这个事情的观感 都会不一樣 以前我们会觉得 在我们 那个我二十年前看 三四百车 那不是标车 这两车 这是很乖 但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时代一直在进步 OK 然后到现在 民众看到 三四车 不得安全 看起来 那家人家 那样 那是标准 是 是 那我们当然就是为了 也是要营造 这个 相和的社会 对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 自然良好的状况 就让民众 不会 说这个 心生恐惧 心生恐惧 我们这个情侮 还是都一直在延续 在办理 是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的话 如果遇到的话就是 哎 还是 看啦 你觉得是 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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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标车 你觉得是标车 你还快 你只能打到我们 把我们打了 那110 对 打110 那我们会看 我们当然也会看状况 这个是不是 我们会马上今晚过去看 OK 或者是真的有遇到 也会去做拦截危险 是 那如果说去了 已经散了 因为他们的机动性蛮高的 对 我们现在办案的利器就是 入口监视器 是 我们会去沿途 沿途去钓越 沿途去钓越 如果说看起来 这个真的是有危险驾车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看 就刚才我讲的 两三台 它也没有永适的道路 也没有危险驾驶 那我们会看到 哇 你没带 没地安装 就以安全帽去做拆发 没戴安全帽 这个以它相关的 相关的 违规的 比如说它有闯红灯 或怎么样 我们会以它相关的违规去做交通的开发 是是 好 今天我们黄国锋组长来到节目 跟大家来分享危险驾车 疲劳驾驶千万不要 那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出门 平平安安回家 好 非常谢谢高雄市警局前任分局交通组黄国锋组长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杨杰 谢谢 肯定平安安我是杨杰 下回见喽 拜拜